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大学运动事业管理学系徐立宏老师 今年分别拿下自由实体叠视两面的金牌 主要的学科专长是奥林匹克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运动伦理学 这方面台湾目前有关于运动伦理学专长的人才比较少 不过因为自从职棒打假球事件 反而让我们国内体育界非常重视运动伦理这方面的学科 他不只是一位金牌选手 更是一位金牌的教练 指导升科系廖志玉同学参加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 南瓜的一金一铜一银的好成绩 我在那个98学年度的时候呢 有机会呢带我们学校的游泳队 那这一年当中我们也交出比较靓丽的成绩 我们有一位女生她是原来本身不是游泳专长的 那进来学校之后呢 她就很认真的练习 那在我的指导之下呢 在98学年度在参加全国大专运动会呢 得到一面金牌 徐立永老师表示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可以帮助身心的平衡 目前就读运管系二年级的范整志同学 小时候动过脑部的手术 就是靠游泳来复健 他表示到大业之后 徐老师帮忙矫正游泳的动作 让他在游泳中找到了自信 他会矫正我的动作 因为我说真的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动作也不是很满意 也不是说很满意 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要学 那徐老师会帮助我 会矫正我的动作 让我做得更好 另外谢嘉丽同学 他原本是跆拳道的选手 因为对游泳的兴趣 向徐老师学习游泳 谢同学说老师很细心 平日对学生很照顾 练习时会仔细地观察 把大家的基本动作 适时提出改善的方法 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做到100分 老师已经做到了99分了 将来有机会 他希望和老师一样 成为游泳教练 大一人新闻 刘欣笑 李贵妹 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